回到1900台湾大头条 看起来马总统现在要进行竞选的话 有两件事情还蛮棘手的 一个是中部的选条 到底能不能稳定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大佬到底要不要停他 好我们带你看看今天有大佬出现 而且他今天人也在中部 因为他今天去了中部办公室的成立大会 原本表明不会来参加台中线黑派大佬 陈根金他来了 那么他也主动说到 他说因为总统亲自邀约他 因此他就出席 他改变了他的主意 而且马总统到达现场之前 那么除了行政院长吴敦义 在门口亲自迎接之外 其他人全部都坐在小房间里面休息 没有人到门口迎接 马总统进会场之前 他还特地先绕到小房间 跟所有所谓台中的派系大佬 握手寒暄致意 大佬们真的摆足了架纸 那么陈根金就说 马总统有诚意 因此他就来了 马英九人还没出现 台中黑派大佬陆续抵达 全进了这间小房间休息 跟着吴敦义下车 原本要先走进来 但却回头在门口等着总统马英九 两个人一起走进会场 第一时间还特地绕到了小房间 和在里头 等着的黑派大佬陈根金握手寒暄 马英九亲自摸头 本来打定主意不参加 大中部办公室成立记者会的前台湾县长 陈根金也改变了主意 典礼上还精心安排 他坐在马英九左后方的贵宾席上 马英九亲自邀请我来 他希望我来啊 他有诚意我就来啊 大家都能做 除了陈根金和六寮仪以外 红黑派系大佬通通出席 就任台湾市议长张青棠 前台湾市议长张红年 以及前台中县县长黄仲 中生通通都来了 中台湾的红黑派系 好几度传出分裂局面 马英九这次青棧府派系大佬 能不能化解红黑情仇 赢得两方的支持 大家都在看 三里新闻邱让方品文 A3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